日前正在上海做最后取景的露水红颜剧组 深夜出现在了上海外滩附近某时尚地标 当天男女主角Ring与刘亦菲通通到场 路边停着两部高架房车 就是专门为主角准备的休息间 但韩国演员Ring相比之下就更显大牌 出入场景都会有奔驰接送至房车边 实属奢侈 相比Ring刘亦菲就低调不少 走下房车之后刘亦菲直奔一部化妆车 准备下场系的妆容 与化妆师有说有笑也是显得毫无架子 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 刘亦菲准备好了妆容步行之不远处 直到搜狐时评离开剧组 刘亦菲还在深夜不静 据悉该剧组的国内戏份即将杀青 马上将转战国外 正威斯搜狐时评娱乐播报独家报道 搜狐时评娱乐大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云 请不吝点赞 response 感谢观看